婚礼上这二十几岁的美女叫杨思琪 患罕见了脑部疾病康复后 为感谢她的第二次生命 而选择在医院大厅举行婚礼 依此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之情 大家好,我是顾米琼博士 新疆杨思琪去年2月接受了脑部手术来挽救生命 手术是发现她在连接大脑动脉和静脉的 缠接血管后进行的 医术上 医学上称为动静脉机型破裂 新郎高涛说 这就像她的脑子里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 一旦爆炸就会导致她头部内出血 高涛说 一场病让我们的关系更好了 因为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她 所以我觉得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 他们是在超市里工作时认识的 两人的工资水平很一般 我觉得这就是真爱 要知道在这个经济社会 很难有人愿意主动为另外一半承担这些费用 尤其是现在手术之后 姑娘应该依然处于很危险的时候 我真心希望这个世界上多一些 有真正责任感的伴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里长着一扇门 天啊 我真正责任感的伴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